从Sandy Lancome新妙的检举案件发展为艺术行动 高俊宏1973年生于新北市树林区 在他岔路迷离的文字里 读者所见不单单只是事件的陈述或想象 每当作者进行时空的跳跃 尤其是起章节标题或历史顿点 都让读者随之思绪炸动 在阅读其后叙述的同时掉入自我形构的情境 而又在深历其境的幻觉中 为作者的喃喃自破拉回 他对台湾废弃空间进行调查和创作 刘海禅属于大爆计划的一部分 其晕于一件山地烂肯新妙的检举案件 且依此转化为批判性的录像作品 2017年某位新北市议员在大爆社传统领域收购土地 大肆开垦并新建一间供奉刘海禅的庙 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求财与聚报 庙宇经过举报而拆除后 广大的黄土荒地反而成为当代台湾现况的影域 而刘海禅与经禅除的故事 成为神性资本与土地开发欲望结构混杂下的最佳投射 刘海禅在光渡美术馆的计划空间里 除了一部分相对静态的展示元素外 也会以电视台及野外线刊的模式 拉出艺术行动的面向 十方新闻记者来约容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